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他可能是以利于穴 但也有人说不一定是 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这个无名的英雄 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细心 他的尊主伟大 他的忠心 他是一个可以被托付的人 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当中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不是托给他的职儿罗德 他不是托给别人去做 就是单单托给这个人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值得托付的 我真的跟神求说 主啊 我多希望我也是你的仆人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都有很多跟神不同的关系 这每一个关系都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而我们也都是神的仆人 神的工人 但是我这个做仆人 做工人的 在我的主人眼中 我是不是一个可以被托付的呢 交给我的事 主可不可以放心呢 我们在社会上常常讲说 你办事我放心 上帝会不会说 寇少恩你办事我放心 还是寇少恩你办事 真的让我很忧心 很不放心 这个仆人 你看当他来到立百家的家里面 他要完成他的任务 其实他就是要来说美吧 人家愿不愿意把女儿让你带走呢 但是你看他 他是多么认真的在说这件事 他把整件事情原委说得清清楚楚 而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他在讲他到底来干什么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去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神是怎么样祝福他的 他讲得清清楚楚 而在这说这一切的 他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我的主人 他是先从主的座位开始说起的 因为他相信这些人都是敬畏神的人 因此我先来告诉你 上帝在这件事上面坐着为王 上帝是怎么样带着亚伯拉罕 到遥远的迦南地去的 上帝在那里是怎么样赐福他的 是怎么样的赐福 是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现在他是带着这个祝福 回到老家 要带一个女孩子 进到那个祝福里面去 他知道要怎么说 能够让别人放心 把女儿交给你 让你带回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和别人分享一些 我们生命当中的历程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说 我跟你分享一些见证 在那个见证的过程里面 不要我们把那个历程说得 非常的精彩 他就忘了 其实见证是要见证主 在这件事上做了些什么 求主神 让你有好机会 可以跟同事 可以跟朋友 可以跟家族里面的人 可以跟邻居 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很多的恩典 但是不要忘了 所有的见证 是要见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在你身上所行奇妙的事